你也愛吃泡麵嗎 觀眾朋友你也愛吃泡麵嗎 今天就是要來和大家 一起來聊一聊素食的泡麵 那台灣現在已經被國際媒體 稱為素食者的天堂 那節目今天也邀請到了 三位外國來賓 歡迎加入我們的現場 那第一位來賓 要不要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德莫 我來自越南 大家好我是Raymond 來自馬來西亞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來自泰國的惠玉 節目團隊今天非常用心 為大家準備了 素食四款的泡麵 那第一道它是熱沙的風味 那第二道它是酸辣風味 第三道它是肉骨茶的風味 第四道它是野菜蘑菇的風味 那現在就一起來試吃 節目團隊現在也已經準備好四款泡麵囉 來那野菜風味先試一下 好 它這個野菜風味一看就是很多蔬菜 而且還有玉米 我先喝一口湯 我先喝一口湯 居然先喝湯 有人知道嗎 其實我們越南 有一個習慣就是 吃湯麵 先喝一口湯 這我得吃麵 為什麼 因為一碗麵好不好吃 湯底很重要 湯底很重要 你麵放久啊 它就補掉 湯就不好喝了 對 嗯 原來我們越南吃麵的文化 也是這麼的講究 那這一道第二道呢 它是肉骨茶風味 那看來也是要先喝湯囉 對啊先喝一下 而且它是馬來西亞的特色美食 要先吃 欸這個很香欸 我這邊都直接聞到味道了 那Raymond 你趕快喝一下 對對對 一定要試試 拌一下麵 嗯 對 跟麵一起好了 好我先試吃喔 嗯 怎麼樣Raymond 太香了吧 那我想加了欸 那它的肉骨茶的風味 跟荷的肉骨茶的風味 你覺得有差別嗎 其實我其實講真的 我剛開始我會覺得 它應該跟原版的肉骨茶 應該會差很多 可是吃起來不一樣 而且它多了 很多藥膳的清香 很好吃 難怪我剛剛一直聞到香味 對超好吃 你是不是愛上素食了呢 沒錯 那酸辣的風味 你們也來試一下 好 好 酸喔 我想 我先喝看看湯 我這裡有 這你們要喝 而且講到酸辣 它其實就是泰國的代名詞嘛 那蕙玉 趕快試一下 好 我馬上 怎麼樣 欸它的味道還不錯欸 我覺得它 我覺得它做出來的味道 跟泰國當地的酸辣湯 味道很接近 超級好吃 原來又是跟Ramen一樣 開始想家 是的 現在剛剛吃了第一口的時候 非常想家 嗯 然後我 可是我覺得它的酸味跟辣味 可能稍微淡一點 稍微淡一點 對 可能就是要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對 可是我覺得它的香料的味道啊 或者是濃度 還是有的 很好吃 推薦推薦 那前三道都是湯麵 第四道它是乾拌麵 比較不一樣 你們趕快試一下 這個也要吃一下 欸 看起來很棒欸 很棒很棒 欸 對啊 味道很像 我先來 因為它是乾拌麵嘛 可是它有一種 熟悉的味道 它有一種熟悉的味道 有咖哩的味道 很像 可是我猜不出來是哪一個國家的味道啊 嗯 欸你是不是印尼的啊 不是 感覺好像印尼的耶 喔 Ramon有話要說喔 Ramon說 它其實就是馬來西亞的樂塞 嗯 就是馬來西亞 就是乾版的 喔 所以呢 今天就有兩道馬來西亞 節目頭就可能有私心喔 那現在已經都試完四道的泡麵 那到底哪一款是心目中的最愛 呃 對我來講 今天的這四款泡麵 都 蠻好吃的 我都很喜歡 但是我最喜歡的是 泰式酸辣湯的口味 居然是泰式酸辣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和越南也是蠻喜歡吃酸酸辣辣的口味 對啊 它跟泰國人一樣欸 喔 哪一門啊 我當然是選肉骨茶 它就是我們國家的代表 就是馬來西亞的代表 就是肉骨茶 所以還是愛自己國家的特色 沒錯 沒錯 那現在一定要多敘述囉 那輝玉嗎 當然是我家鄉味泰式酸辣湯了 真的是讓我很驚訝 就是跟泰國當地的味道真的是一樣好吃 所以它做的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選泰式酸辣 對 泰式酸辣 對 今天的第一名已經出爐囉 居然是泰式酸辣 耶 其實住在台灣真的是有夠幸福 素食呢 也很多種選擇 那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也知道 哪一款素食的泡麵的風味的話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 一起來留言 览 Stage 6 鏈 guance 鏈 鏈臭 鏈ras there 鏈 鏈 鏈 hips 散 人 要解釋回 Pr quote 1.Pau Meanz recognition prediction pable Pau Meanz 此 Pau Meanz OK ค่ะ ห้องเดียนภาษาจิ้นของเราในวันนี้ก็จบลงแล้วนะคะ อย่าลืมกลับไปทบทวนกันนะคะ แล้วเจอกันใหม่ครั้งหน้า Bye Bye